非常不可能 今天來了三位很厲害的說書人 一開始只是想要在網路上跟朋友分享 沒想到回想越來越大 而且還吸引了很多人想要跟你們合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表 除了有活動的邀約之外 演講的邀約 活動合作 還有很多媒體相關的合作 所以其實現在在不同的媒體平台 也可以看到了你們的文章 那這些人來找你們的時候 都跟你們說什麼 為什麼被你們吸引 吸引的原因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女人迷那個時候 最主要是因為一篇我們主要在寫 跟Freed and Neapos有關係的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在網路上造成還蠻大的 就是鬼像這樣子 然後他們看到這篇文章 然後又看了我們其他的內容 覺得是很難得看到有這麼認真 然後溫暖的一些文字 所以就主動跟我們邀約說 希望可以有一個故事旅社的專欄 在你們的名上面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可能他們在 某一個專欄領域有這樣的需求 主要是因為我們是針對大學生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說可以讓大學生的故事 在他們的平台上面被看見 我們來舉個例好了 比如說像我們圖上這一位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是我的國中同學吧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其實有段時間都沒有聯絡 可是他是在德林技術學院 基本上比較少人聽過的學校 但是他在裡面是念餐飲科系 他做的是蔬果雕科 所以他雕過了幾千 幾千克的青江菜跟幾百克的西瓜 你看這是西瓜對不對 這是他無聊的時候雕的 無聊就雕成這樣 真的是無聊的時候雕的 然後他也去過幾次國際的比賽 然後得到前三名的很不錯的名次 所以你就希望把他的故事寫下來 因為其實大家比較不會去關注 技職體系的這群人可能在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主要的這些主流媒體也是 像比如說指考就會有很多的訊息 但是什麼那個 建宗北一女 對 統測就比較不會有人去關注 但是他們其實也有很自己的一些 生活的方式跟執著 是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要進入的年輕人 是各式各樣的年輕人的 所以這個故事裡面呢 你還講了哪一些事情 讓它更突顯出來 因為其實就是蔬果雕科 在台灣其實很少人去重視 但是其實整個台灣裡面 台灣在國際的蔬果雕科 是前三名的 對 就是很多的師傅 或是什麼之類的都是非常厲害 那他就是在自己的學校裡面 他本來是修日式料理 可是他因為對這個非常的感興趣 所以他講的是他從高中時候自己去拜師 然後真的是就拜師學藝 然後從每天課金槍菜開始 一直課一直課 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到現在可以出國去比賽 對 就是我覺得他自己非常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 那他最後當然就會有一個成果 對 對 對 所以你在寫下這篇文章之後 放網路上得到最多的回想是什麼 應該是會讓更多的大學生知道說 哇 就是原來技職體系的人 也有很多很厲害的人這樣 對 而且很有趣是 他這篇文章出來之後 就跟我們學校一個小大廚房合作 他就被請到這邊來做菜給大家吃 好酷喔 然後他就帶大家去挑食材 他變成是一個技職體系的學生 在掌管整個廚房 他去告訴清大的學生 你應該要做什麼 你應該要做什麼 這樣子 對啊 這其實是跟我們生活真的相關的 對 所以其實故事旅社最後也變得像一個平台一樣 你除了講故事之外 其實你也串起了一個橋樑 對 然後把其他人 也跟這個特別的人連結在一起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聽第二個故事 這一篇是我寫的 然後他叫林彩軒 他現在是大四畢業 他之前他是在英哥 台北的英哥開了一間背包客棧 他就是在大四的時候 大四就開背包客棧 對 他就是自己 同時在學校就讀 然後還同時要跑背包客棧 而且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哪來的資金 第一個就會想到這個問題 對 資金的問題 他一開始是自己偷偷來 然後沒有跟父母講這件事情 但是之後把前面的事情都準備好了 然後跟父母告訴 告訴父母這件事情 其實我插的就是 資金 你這樣嗎 也不算 他那時候有跟 因為採訪的時候他有說 就是如果父母那邊 資金不OK的話 他自己會想要辦法去貸款 然後去開一間背包客棧 然後去開一間背包客棧 好積極的一個女生 對 然後目前就是 他還是一個人 其實我比較意外 是他一個人在經營這間 背包客棧而已 對 可是其實你仔細去看 我覺得你們報導 還有一個有意的地方是說 你讓大家看到 其實很多大學生 他是很努力的 只是你不一定知道他的故事 或者是主流媒體 他沒有報導而已 好 那你在講這個女生的故事呢 一樣你在裡面 你希望告訴大家什麼 我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因為其實在很多人會夢想 可能是我要去花東開一間民宿 然後就是可能 就覺得好像很美好的樣子 但是其實他有提到就是 當你真的成為背包客棧的 或民宿的老闆之後 你要面對的困難 其實還非常非常的多 當客人進到你的生活裡面 然後你每天要面對這樣的客人 很多客人 或者是他同時還要兼顧自己的客業 其實是很多壓力的 可能你會幻想著就是 每天都可以跟客人聊天玩耍 然後還可以開背包客棧 就像在旅行一樣 就是大家一開始的幻想 但是在實現之後就是 我有提到就是 當夢想實現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開始 真的 開了民宿 然後呢 對不對 就有點像開民宿指南一樣 告訴你說其實後面 有很多要準備的東西 但是一個年輕人 尤其現在很多人想創業嘛 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 可能就覺得大家覺得說 最入門就是我開一個民宿 可是 何止這麼簡單 他其實有很多的挑戰在背後 所以這個女生的故事就是 讓你看到說 他怎麼樣去迎接這些挑戰 然後度過每一天 好非常有趣的故事喔 接下來就要聽聽文秀的故事啦 我寫的故事是 大四人社院的一個學生林俊騰 然後他創辦了學生在地的雜誌 然後他是以新竹為出發點 然後他小時候是來自修電器的家庭 然後他國二的時候就跟著父親 就到全台各地的客戶客戶家 就幫大家裝冷氣 然後他遇見了就是台灣 就是各個族群的人 無論是客家人原住民還是眷村農民 對 然後這些記憶就是影響了他 就是去關心在地的一個精神 然後等他長大之後進入大學 然後他在學校發起了浪漫的一個旅行計畫 他說旅行部應該只是到一個觀光地點去拍照打開而已 應該是用更慢的形式 用走路的形式去認識我們所熟知的土地跟歷史 對 之後他在大四的時候加入了千甲的有機的農場實習 他發現他自己不太像是一個標準的清大生 他比較像是農夫 他說他喜歡走進土地裡面 然後播種然後除草然後流汗然後早起的生活 他發現他自己跟別人與眾不同的地方 然後最後是因為他參加學運 他發現在地的東西跟主流媒體上面的資訊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所以他說他希望可以透過文字書寫的方式 能夠把在地的文化讓大家都能夠聽見 然後成為他們發生的媒介 就是因為他相信這些人不是別人 是我們生存在這個土地上共同的家人 對 所以他就是透過風起雜誌 然後在學校召集了一大群人 然後分各個部門 然後每個月就是定期到各個小鎮 然後住點 然後採訪 然後寫下一個就是在地的採訪稿 然後發到各個單位 然後去讓大家去欣賞這些地方的故事 看見地方的美好 對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故事喔 其實我們常常在說 有時候時代很混亂的時候 你就會提到兩種聲音 一種是唱衰的聲音 就是說你看 你看整個台灣面這樣 別的國 對 可是我覺得另外一種聲音很重要的是說 是一種正向的聲音 是有人在努力 為我們喜歡的這塊土地 在認真的做事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你們在採訪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宗旨 就是這些故事都好正面 都沒有一些一絲的灰暗的色彩 是這樣嗎 也有啦也有很沉痛的一些故事 也有是不是 比如說可能家人或是什麼 離婚啊或是 跟女朋友或什麼之類分手 他怎麼度過的 就是也是有這些比較偏悲傷一點的不顧分 對但是我覺得之所以會一直 要呈現一個比較正面 是因為可能他們有自己的名字要被展現出來 所以希望在大家面前是美好的樣子 所以我們之後也會有更多一些 比如說匿名的故事 可以讓大家更直接去抒發那些 對他來講比較沉痛 或是比較難以說出來的一些回憶之類的 我想你們的故事在同輩之間 或年輕人像我也覺得非常的共鳴 因為我是年輕人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世代差異 會不會有長輩出現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聽這些故事 因為大家習慣很刺激的東西 就是說我看這個叉叉 叉國日報 叉叉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很香艷刺激 可是你們這些故事 感覺小清新 或者是很多大學生在努力的故事 會不會遇到這樣的挑戰 說就是長輩嗎 會不會有這種其他讀者 有過這種質疑的聲音嗎 是有過說你們的故事 好像都很正向 或是很好像特意包裝的 好像就是充滿希望的那種感覺 那妳怎麼回憶呢 就是其實我們也會有再 再回去去檢討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可能我們在寫的時候 並沒有要刻意凸顯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後來有後續 再做更多的調整 就是我們在跟他溝通的過程中 我們自己可能對他一些想法 或是我們會刻意的 再跟他多聊一點他的經過 而不是說他現在的結果是什麼 我想寫故事的技巧 是會一直調整跟進步的 因為尤其妳有這麼多的讀者 檢視之後 有時候那個網絡的留言 是很恐怖的 妳這麼猛猛的寫成怎樣 馬上肉鬆妳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就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妳那個初衷是什麼 妳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些很好的故事 然後這些故事背後 其實都有可以 鼓舞人心的地方 它的元素在裡面 那這個初衷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我想你們的想法跟潛能 不僅止於此 你們接下來還辦了一些實體活動 到底三個寫故事的人 或一群寫故事的人 他們想要辦怎麼樣的活動性 怎麼樣的讀者呢 我們下一段馬上回來 好 好